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侃 一家大企业高管的言论呢 最近啊引发了很大争议 大家对企业内部应该怎样尊重员工形成的聚焦 这个问题呢涉及企业的繁荣 也涉及无数员工的日常心情和幸福 员工是任何企业和机构的载体和动力支援 善待员工呢必须是所有企业高管最坚定的座右铭之一 企业和机构领导人千万不能以为啊 我有钱有港 想来工作的人有的是 谁可在州 亦可负州 员工的真实积极性啊 决定着企业和机构的命运 那么怎么叫善待员工呢 老胡认为啊 这几条最重要 第一给员工不低于合理线 尽可能高出该水平的薪水和福利 所谓合理线 一是呢所在行业的平均薪资水平 二是呢企业的经营效益 三是员工个人的能力和贡献 用人成本是很多企业的大头 但恰恰啊 这个领域是轻易不能动 截之念头的 有的高管认为员工收入降一点 没有关系 很多人并不计较 错了啊 所有人都会计较 少发一笔福利和奖金 某一笔固定的收入减了百分之几 员工呢都会立刻赶支 不向领导抱怨 甚至呢说降点工资没关系 那是员工无奈的表达 收入是绝大部分员工第一核心利益 如果要鼓励企业和机构内部的积极性 铁律就是工资只能升不能降 内部调动鼓励竞争 这是可以的啊 但是工资总额不能降 如果普降工资 大家的积极性责任心啊 一定会出问题 这不是员工的素质不高 如果高管们认为降薪了 可以不影响大家的积极性 那才是他们的情商出了问题 当然了 企业经营效益下滑 到了不得不降工作的时候 一定呢要从高管开始降 然后呢再降普通员工的 那样的话 大家在难过的同时 怨气呢会相对少一些 第二 企业和机构有纪律 另行禁职 管理层呢要有权威 与此同时尊重下属 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啊 自己被关怀 不受蔑视和欺负 不是呢为了保住工作 而忍气吞声 以及呢减少办公室政治 对大家的消耗和折磨 让大多数员工每天来上班 心情挺愉快的 不触头 这也非常重要啊 有些机构内部官大一级压死人 但是呢上一级的领导 尤其是高管 要多数自己的威望 不能呢仅凭权力 与下属打交道 无理的发火 尤其是骂员工出气 说很重的话 每做一次啊 都会对管理增加一分负因素 有的时候呢领导不能自控 老胡建议啊 出了这种情况 发脾气的高管 在冷静下来之后 向被骂的员工呢 表达歉意做应有的安抚 第三要对员工的前途负责 让大家在企业和机构内部 有上升空间 能学到真东西 对翅膀硬了 选择跳槽的员工呢 能挽留则挽留 挽留不了的 大多数情况下呢 要理解和祝福 好和好散 老胡做企业负责人的时候呢 发现按照这种方式 对待辞职员工 效果呢是挺好的 给离开的员工 搞个部门欢送聚餐 而不是呢 拍着桌子散伙 其中呢 有多名优秀员工 出去转了一圈 发现呢 不是想的那样 又回来了 包括呢 有人考上了公务员之后 后来呢 又辞掉公务员回来了 有人走 没必要呢 搞得跟仇人一样 那会呢 显得不尽人情 动摇目前团队的人心 而且呢 走了对员工 去了其他机构 保持良好关系 也是呢 多个朋友 多条路 老胡啊 很了解 普通员工们的感受 其实啊 一个企业和机构 都是大家临时的家 许多人 与同事相处的时间 和与亲人相处的时间 差不多 有一个和谐 顺心的工作环境 对人生的质量 是重要的 不少人 最亲近的朋友呢 就是同事 和曾经的同事 所以啊 企业和机构 有义务增进人们 积极乐观的情绪 管理层 不要一之其实 同时呢 要鼓励 有价值的内部竞争 避免员工之间 毫无意义的内卷 当一个人 离开企业和机构后 要多给他呢 留些眷恋 而非恨意 我知道啊 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境界 或许呢 没有哪一个boss 高管 能够真正做到位 很多员工呢 也确实 有他们自己的问题 但是呢 这应当是 虽不能致 心向往之的目标 善待员工 绝不是慈善 而是支持企业前进的 集体认同感 是凝聚力 有什么小意思 试图 试图 试图